第十三课 我没有问过他 生词 会 汉语 英语 日语 语 写 拼音 过 以前 用 一点 但是 但是 种 外语 明天 没有 还 专名 出家婆 故宫 课文 多勃 你会说汉语 也会写中文吗? 对 我会写中文 你会不会拼音? 会 我学过拼音 你以前有机会用汉语吗? 有一点机会 但是不多 你会几种外语? 三种 我会汉语和英语 还会说一点日语 日语会说 也会写吗? 不 我只会说一点 但是还不会写 明天 咱们班的同学 一块儿去故宫 山田 去不去? 他没有说 我还不知道 以前 他去过故宫吗? 不知道 我没有问过他 你去过吗? 没有 我还没有去过 替换词 三十四十年 你问过老师吗? 你喜欢过他妹妹吗? 你听说过那个人吗? 他没有吃饭 他没有进去问王小姐 他没有跟山田去看电影 我爱他 但是他不爱我 他以前学过中文 但是没有学过拼音 这里还有一点猪肉 但是没有牛肉了 练习 แบบฟึกฮัด 1. 轻生练习 ขอหนึ่ง ฝึกออกเสียงพยางเสียงเบา 客气 认识 咱们 东西 包子 名字 太太 弟弟 地方 椅子 意思 朋友 喜欢 喜欢 眼睛 馒头 新鲜 生日 怎么 便宜 晚上 早上 生意 已经 学生 2. 三生变调练习 2. ฝึกพันเสียงของพยางเสียงวันในยุกที่3 1. 那五本新书很好看 2. 你想买几个包子 3. 你想买哪种笔 4. 这儿只有两种椅子 5. 我很想来泰国学习 6. 我很喜欢学泰文 5. それalta 5. 石头 5. 有兔子 36. 富步 7. 钰子 物Ä 6. 石头 6. 钰子 5. 石头 5. 钰子